訪問一下是怎樣 透狀 你覺得李家超訓政綱怎樣 或者之前去 還是反對哪些位置做得不夠好 我覺得政綱的涵蓋面都很廣 雖然他的準備時間可能不是很長時間 但是對於香港的問題都看得很真 和他亦都提出解決的方法 我們醫生醫療界特別關注他 在醫療方面 見到他一方面要擴大醫管局 讓醫院的服務好些 和要人手多些 第二方面他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個基層醫療 這個我們講了很多年 因為如果香港的基層醫療做得好的時候 不需要那麼多醫院的床位 醫院的服務 因為市民的健康已經提升了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基層醫療 第三方面就是中西醫的結合 大家看到這個疫情 中醫有很大的貢獻 所以中西醫結合 來照顧我們市民的健康是最好的了 麻煩 那基層醫療那裏 證光沒有說很仔細地去說 如何實行這件事 那你覺得會不會 證光有些空返 或者你希望 未來這屆的政府可以怎樣做 去提升基層醫療的方法 證光就不會寫到這麼細節的 是講一個方向的 那你香港有這麼多的問題 這麼多的範疇要去照顧 每一個範疇你不可能講得很精細 但已經講出了那個方向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來的工作 就是離界的政府 就要怎樣實行 落實這個政綱的方向 那你覺得它可以怎樣做 基層醫療那裏 一定要投入大一點的資源 資源的意思 第一是錢 跟著就是人手 還有呢 要做好這個公眾教育的宣傳 讓大家明白 基層醫療是重要的 不要說一有什麼 頭痛生氣 就立刻要去大醫院來醫治 而是找回你的家庭醫生 你的基層的醫護人員 來照顧你 那平時呢 也都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 一個均衡的飲食 均衡的作息 來提升自己的健康 那就少一些病 少一些病 又不用去醫院 那政綱真的太 一個大方向 其實它有沒有做到 其實大家都未必知道 那我們對它有信心的 因為我們見到李家超先生 他一向的那個經歷 做事呢 都是實幹型的 所以他既然說得出 應該就是做得到 大家應該對他有信心 就是你都是基於他的為人 去支持他 我們都看回他過往的工作經驗 那看得到 他是真是實踐他的樂言的 所以對他是有信心 他有這個能力 還有他也都背後有很多人支持他 所以應該是實踐他的樂言是沒有問題的 他都看得到 我可以說一部 啊 我可以說一部 sorry 聽不到 Title Title 你有名 Title 因為我給你一個卡片 你也會說一部 我們這麼多人 你可能會說一部 好啊 我是周伯展醫生 是這個選委界第五的界別的選委 謝謝 我想補充一點 剛才沒有講到的 就是李家超先生 他是銳意改變 政府的文化 工作的文化 就是他會行程序 必須的一定要行 但是將程序就盡量壓縮 投票時間上有10分鐘集結束 任何選舉委員會委員如刑未投票 請盡快前往一樓